大家好,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 女人如何看待在车里发生关系 为此,我专门采访了六位女士 我们一起来看看,她们是怎么说的吧 第一位高学,今年三十岁了 她说,几年前和前任在一起 那会我们都没试过在车上发生关系 一个深夜,我们怀着好奇心 把车开进了小巷子 两边灯光比较昏暗 间隔于前后两盏路灯 我们就爬到车的后排 气氛变得潮潮暖暖的 一开始,对面行驶经过的汽车 光照进来还是有点紧张 但就是这种怕被别人瞧见的紧张感又很刺激 不过在外面,总归是有些担心的 所以她没有帮我脱去上衣 我们就开始发生关系了 当时的车子是那种叫车 还是感觉有些紧,而且有些闷 一开始那种怕被别人窥视的感觉 还是挺害怕的 但情绪上来了,就管不上那么多了 当天晚上爽了好多次 而我在车里的表现 她也给了很高的赞赏 第二位苏霞,今年32岁了 她说,那时候我已经三年没谈恋爱了 突然一下觉得自己特别孤单 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 但是又不想找个人来约束着自己 所以刚和她认识时,就彼此说好了不谈感情 各取所需 有一次聊到从内偶在车上发生过关系 想体验一下 就决定在人烟稀少的滨江木桥边的一个黑区区的角落 我记得那时候是12月份的一个晚上 很冷,风也有点大 我坐在副驾驶上 她停车打开车门 下车走向后排 坐下后,一把把我抱了过去 放在后排座椅上 伸出手缓缓地摸向我的头发 慢慢靠近我稳了过来 我很自然地迎了上去 闭上眼睛 还住她的脖子,抱着她的头 稳着稳着她,慢慢一向了我的耳朵 然后吐着热气,叫着我宝贝 一声一声的 我突然感觉就像是我的男朋友一样 被她疼着,被她爱着,被她需要着 当然我知道事实并不是那样的 我睁开眼看到车窗 到处都是雾气,一片雾蒙蒙的 外面什么也看不清 我伸手脱着她的衣服 她也脱着我的 然后就这样地发生了关系 当然心里面既兴奋又害怕 害怕被过往的车辆或者行人看到 所以既兴奋投入又时时睁开眼到处观望着 那种感觉特别舒服 就像是干涸的土地终于遇到了水 一直到最后都在庆幸的那天晚上运气好 周围并没有什么人和车 第三位余妙,今年28岁了 她说,认识她在初春 风开始变温暖的季节 我们常常会分享彼此听到的歌曲 有时候深夜都没睡就打开视频通话 没有很多的话 什么时蹦出的三言两语 或者她会拿起吉他弹起来 唱几首合格的曲子给我听 情人节的夜晚 她开车带我兜风 车里放的全是我们喜欢的民谣 从车水马龙的城区街道慢慢开 过了红绿灯 居民楼 好像可以一直往远处开去 开到路的尽头 剩下数目在路灯下被拉长的安静的影子 她把车停下来 我们坐在车里手指缠绕着 一首接一首听歌 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 她转头望我的那一眼 是溶进了水和火 温柔又热烈 暧昧的呼吸 在狭小的空间里变得急促 她靠近我飞红的脸庞 定定地吻了我 我们食指向扣 每一次握紧 都让我滚烫的身体 打着荷尔蒙的机灵 渐渐的车里的音乐声变得听不见了 车外的照明灯也看不见了 世界只剩下美好绵柔的低音 真是超乎现实 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虽然是春寒撂翘的二月 那晚的空气 却意外弥漫着富裕的花香 第四位崔芳 今年三十岁了 她说她是一个在思维与生活内内外外 皆成为我过去式的男人 现在再去回忆跟她在车上发生关系的初体验 并通过脑电波冷静过滤后组成文字 这种感觉的就像是做梦 梦到自己裸奔 醒来后赶紧看看旁边有没有人 那一次其实是有预谋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没干过这事 心心念念想着要大干一场 当时我是要去赶高铁 她开车送我去 我俩掐着点给预留出半小时 到地下停车场后 开车转了好几圈 就是想找到一个最佳作案地点 比如偏僻点 人少点 不是通向出口的必经路等 把车停好后就马不停蹄地滚进后座 完全没有什么浪漫的前行 衣服都是自己脱自己的 那时候还是冬天 她看到我红色秋裤的时候 竟然还很有兴致 我想世间真爱莫过于此吧 两个人脱完后 立马顺其自然地摆好常用姿势 不用商量 不用引导 完全是心有灵犀 一拍即合的节奏 当时她坐着 我面对着她在上面 她有点紧张 因为车外面还是有人会经过 所以试图拿一件衣服 横挂在前方两个座椅之间 我看着她一往常虐待羞涩的表情 就更是兴致勃勃起来 但是由于车身不高 动作浮动并不大 她看着我卖弄风骚的样子 做出一副想要把我活吞的表情 基本上只要看着有人靠近我们的车子 她就会适当地停下来 等人走远后再接着表现出享受 这样反反复复地进行着 我担心她会因为情绪上的紧张 就开始挑逗她的视觉感官 没一会儿我们两个就爽翻天了 第五位行娟 今年28岁了 她说 2013年 当时和男朋友在一起6年 从18岁到24岁 那时候还是暑假 天气闷热 小城市晚上很寂静 她开着车 载着我在一条通向海边的新修公路上行驶着 我们聊天聊到她下个月就要到上海工作 下周我就要出国读研 后来车停在路尽头 我们靠在一起 然后我就哭了 是因为大学异地 眼看又是异国 然后她安慰我 闻我 该发生了就发生了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在车上发生关系 相比刺激 她留在我记忆里的反而是分别钱的不舍的 不过也是分开钱很好的一次体验 如今已经过了四年了 本来这是很私密的体验 不该语人说 不过 今年我们就要结婚了 就通过小会分享给大家吧 第六位顾芬 今年36岁了 她说 在拉斯维加斯狂欢完觉得特别寂寞 突然想起曾经聊过的某网友也在这里 凌晨一点多喝醉了打电话给她叫她来接我 她居然来了 第一次见到她 虽然比我大很多 但是还是有点帅的 问我住在哪里 送我回酒店 到了楼下我实在也是醉得有点厉害 不想下车 她就问我 要不要她抱我上去 我摇头不肯 说楼上还有朋友 她就吻了过来说 那好 那不上楼 她车的前排实在是座位太宽 前排接吻太累 之后就被拉去后排了 怎么讲 舒服是肯定不如在床上舒服 但是体验还是挺独特的 酒和人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尤其想到外面还有人走过去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刺激吧 最后 小慧觉得在车里发生关系 有其独特的魅力和困难 它是一种冒险 一种自由 一种刺激的感觉 而在车里发生关系 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 都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你需要带上必要的物品 比如湿巾 毛毯等 你也需要确保车内的环境舒适 比如调整好温度 播放舒缓的音乐等 接下来 你需要谨慎行动 你需要避免过于激烈的动作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你需要尽量保持安静 以免打扰到周围的人 你也需要尽量保持清醒 以免发生意外 最后 你需要尊重对方 你需要确保对方也享受这个过程 也愿意在这个环境下发生关系 你需要尊重对方的选择 尊重对方的感受 尊重对方的身体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发现 这是一种理解 一种尊重 也是一种爱 总的来说 在车里发生关系 是一种特殊的体验 它既有风险 也有乐趣 它既有挑战 也有收获 它是一种矛盾的统一 一种和谐的冲突 一种甜蜜的困扰 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爱情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有点道理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单身朋友 在中国的小慧 如何投稿给我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 点击投稿链接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